大家好,2.5公斤,2万8 这样的东西才卖2万8吗? 对了,你们知道我是卖石头的吗? 我特别的提一下啊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我是卖石头的 好了,来,咱们接着聊啊 这个状态才2万8 那么到最终呢,会飙到多少?咱不清楚 那么再对比一下您的料子 说切斩的料子和这个对比一下 来,一如既往,观察一下皮壳作为参考 皮壳呢,也是刷洗过的皮壳 刷洗石头是正常的一种表现 不奇怪 刷的好,价格高,刷的不好,价格低 也是一次博弈 打电在皮壳上,极部地方有落化感 注意啊,上面散装着一点绿色有写 注意观察,这些都是细节 细节呢,可以给你做到一些很有必要的观察 从中呢,从细节当中观察出一些所谓的经验 整块料子呢,沙力感均匀 这样看的话,可能有人卖给你的时候会说脱沙 那这样的状态,如果说脱沙会不会牵强了一点 整块料子相对来讲呢,皮壳整体状态看着是不错的 当然也有人说,会不会是块新产料 对吧,不管是什么产口 不管它皮壳掉不掉渣,切渣才是好长口 对不对 那么咱们看一下 切开以后,整块料子的肿水来讲 没毛病吗 棉细 包括它化粒的地方 还有险 注意啊,有的险已经化了 倒是没办法,有粒还有棉 整块料子这样的品质 肿水说它是落冰 有没有问题 还是极部这些地方已经达到了冰种 那么评论期咱们看看粉丝 你们自己玩石头这么久 对这块料子的看法是什么呀 这样的一块石头呢,说实话 切成这样的状态呢 我觉得整体来讲看着是不错 但是细细的一看 包括一想到出货起货的时候 可能就面临着一些困难 比如说棉 裂 对吧 那这个东西呢,当然交给旁货的人 跟咱们呢,关系不是很大 大家呢,接见 接见